很爱凑热闹的金氏夫妻 邱毅宁跟李永德搭档 那邱毅宁讲的话 我这边就不赘述 真的没有营养 大家不要再多讲 但问题是邱毅宁出来讲的话之后 他们两夫妻 就是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 你知道今天早上已经创了一个 台湾政治人物的新记录 邱毅宁的脸书 第一篇文章被网友 我们到目前为止 下午可能会更多 我们先不要讲数字好了 林冠你觉得留言要多少篇算是多 我昨天晚上看到已经突破20万 我跟你讲 今天早上看的时候31万 那我们这样讲 那OK啊 我如果是邱毅宁 我就来办抽奖活动感谢记 但偏偏邱毅宁 有的时候网络平台你要有幽默嘛 邱毅宁不要只开记者会 我如果是邱毅宁 我现在来办留言感谢记 充百万办活动 对但偏偏邱毅宁是那种老派的年轻人 就是他并没有这个幽默感 没有邱毅宁的生理年龄 大概大我两三岁而已 你被硬是把这讲出来吗 好但他就是老派 所以他的小编真的是 半夜跟你血战到底啊 殊死战你知道多夸张吗 他半夜删了大概6万篇的文章 没必要啦 来打充百万感谢记抽奖摩采重礼 我们这样讲小编手都按到快肿起来了 你不要浪费你的神声在这个上面 但我们要这样讲的是邱毅宁自己还公开讲说 没关系啊随便你我们就变成他们这个不爽的出口就好了 那我不知道邱毅宁到底是怎么样 你为什么硬是要让自己变成主角 选举的人是陈其迈 你的态度跟你的轻蔑 因为他老公更夸张 他老公什么讲里面有七成都是网军啊 然后随地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真没必要 你不需要跟选民正面冲突 不管人家支持你或是不支持你 而且你把自己拱成主角 对陈其迈是不利的 他不但没有时间讲政策 他也没有办法讲说我觉得邱毅宁是错的 或是这个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 那这个就把高雄的选举焦点拉开来了